2024奥运男足小组赛最后一轮 阿根廷对阵乌克兰 首战经历了那场闹剧一般的四小时熬战输球 四战三比一战胜伊拉克成功绝地球生的阿根廷 此一只要站平对手便可以确保一个小组出现的名额 而同击三分的乌克兰则必须战胜阿根廷才能晋级 由于两轮战霸 四支球队同击三分 小组赛最后一战必将又是两场兵戎相见的比赛 随着主裁判两声哨响 两场比赛同时开打 志在必得的潘帕斯除英劳劳掌握场上主动拳 频频向乌克兰禁区复地发起冲击 比赛前15分钟 阿根廷小江门的控球率达到了令人恐怖的90% 直到比赛第17分钟 乌克兰才有了第一次攻到前场的机会 就在阿根廷全场屏蔽 乌克兰却无法打破僵局而陷入相持不下之态时 另外一块场地上 摩洛哥人率先破门了 比赛第19分钟 阿什拉夫助攻 理查德森破门得分 摩洛哥率先打破僵局 及时积分榜上 摩洛哥人暂时冲伤了榜首 伊拉克人形势变得危急起来 比赛第28分钟 拉西米再入一球帮助摩洛哥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为2比0 这只在世界杯上创造了非洲足球历史的球队 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其后背力量的强大的同时 也让阿根廷小将们想要以小组投名出现 就不得不继续玩命狂攻乌克兰 当然 乌克兰人也同样有机会 只要战胜阿根廷除英 同样可以从小组突围 然而 这还没完 就在伊拉克还在拼命挣扎 意图而命顽抗之际 摩洛哥人又进球了 比赛第36分钟 阿布德杰队友瓦赫迪的助攻攻门得手 3比0 上半场上未结束 摩洛哥人基本锁定了胜局 伊拉克几乎已经举起了白旗 回到另外一块赛场上 比赛第43分钟 阿根廷前场进攻 阿尔瓦雷斯送出精准直塞 共度插入禁区获得单刀机会 面对乌克兰门将 好不容易获得首发机会的 攻度一角射门被神勇化解 阿根廷再次错失破门良机 双方继续拉扯 继续相持不下 上半场比赛结束 摩洛哥凭借理查德森 拉西米和阿布德的进球 3比0领先伊拉克 大半个身位已经探出了小组 而阿根廷与乌克兰在极限拉扯中水 也无法攻破对手成门 暂时站至0比0平手 眼瞅着摩洛哥人已经小组突围成功 中场休息室内 小马克大帝也得警告麾下弟子不可懈怠 虽然打平即可出现 但当前0比0的比分实在太不保险 下半场一边再战 摩洛哥胜利在望 伊拉克大势已去 阿根廷继续打平即可出现 乌克兰输死一搏 悬念或许只会在阿根廷与乌克兰之间产生了 下半场刚开场两分钟 阿根廷的进球终于来了 比赛第47分钟 阿尔马达中圈附近带球推进至大景区前沿 把腿变射 皮球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飞入球门死角 1比0 比赛将局终于被打破 胜利的天平便开始向阿根廷倾斜 此刻的及时积分榜 摩洛哥与阿根廷同击6分 暂居前两位携手出现 乌克兰与伊拉克一起回家 凭借着上半场奠定的三球优势 摩洛哥与伊拉克下半场的比赛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垃圾时间 基本已经放弃了的伊拉克只想尽快结束 而摩洛哥也仿佛并没有打算赶尽杀绝 而0比1落后的乌克兰仿佛还心存幻想 依旧还在苦苦寻求机会企图做最后一搏 比赛最后阶段 比分落后的乌克兰全员前压 围着阿根廷的禁区腹地玩命狂攻 阿根廷则几乎是全线退守 用血肉之躯奋力抵挡对手的攻势 随着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眼瞅着比赛就将以1比0结束之际 上停补时第一分钟 阿根廷打出快速反击 则农远射被乌克兰门将奋力扑出 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埃切维里基敏根进不射破门 2比0 阿根廷杀死比赛 乌克兰已回天无力 最终 打平级出现的阿根廷凭借阿尔马达和埃切维里的进球 2比0战胜乌克兰 与3比0战胜伊拉克的摩洛哥携手出现 由于同击6分和那场4小时熬战的败仗 摩洛哥凭借相互胜负关系占优的微弱优势利 阿根廷收获小组第一 而阿根廷则不得不屈居小组第二 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提前面对东道主法国队 奥塔门迪 阿尔瓦雷斯 阿尔马达门在卡塔尔世界杯 上与法国人的那点恩怨或将又要了一次了结 遗憾的是 晕作没来 比赛少了一个巨大的噱头 恭喜摩洛哥 再接再厉 加油 潘帕斯除鹰 再创辉煌 巴黎奥运会男组小组赛最后一轮结束 巴拉圭搭上了晋级末班车 至此 八强席为及其对阵全部出炉 具体如下 上半区 法国VS阿根廷8月3日凌晨3点 埃及VS巴拉圭8月3日凌晨1点 下半区 摩洛哥VS美国8月2日玩21点 日本VS西班牙8月2日玩23点 A组 作为东道主 法国连胜美国 几内亚之后 距离出现只差一步之遥 最后一轮三比零大胜新西兰 联胜G9分投名晋级 此外 美国同样三比零大胜几内亚 G6分拿下小组第二 同样晋级八强淘汰赛 B组 这个小组形势最为混乱 前二轮同组四队都能赢球 形成了食物链 都是同击三分争夺晋级资格非常激烈 最后一轮谁赢球谁出现 最终 阿根廷2比零战胜乌克兰 摩洛哥3比零大胜伊拉克 这样阿根廷携手摩洛哥晋级 不过阿根廷竞胜球落后排名第二 摩洛哥升至第一 C组 作为头号夺冠热门 西班牙连胜乌兹别克斯坦 多米尼加之后 二连胜提前一轮晋级 最后一轮只要打平就能锁定投名 结果 西班牙一到二惨遭埃及的逆转 G6分跌至小组第二 埃及G7分升至小组第一 D组 日本前二轮连胜巴拉圭 马里 同样二连胜提前一轮晋级 现在莫伦一到零补实决杀以色列 三连胜G9分投名晋级 巴拉圭击败马里之后 G6分获得小组第二 同样晋级淘汰赛 从以上对阵结果来看 八强淘汰赛将会迎来两场中棒对决 就是法国VS阿根廷 以及西班牙VS日本 巧合的是 在世界杯上的对决延续到了奥运会赛场 法国自然希望为国家队的决赛失利复仇阿根廷 同样西班牙也想复仇日本 巴黎奥运男足B组堪称死亡小组 前两轮过后 四队形成连环套 同击三分 把晋级悬念留到最后一轮 在今晚进行的第三轮比赛中 摩洛哥3比0大胜伊拉克 竞胜球和进球数与阿根廷相同 最后凭借着胜负关系占优 重新夺回小组第一的位置 他们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A组第二 大概率是美国队 另外一场比赛 阿根廷二比0战胜乌克兰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四分之一决赛基本确定会遇到东道主法国队 这是一场决赛级别的比赛 谁想晋级下一轮都不容易 摩洛哥与伊拉克的比赛 摩洛哥踢疯了 全场比赛75%得控球率 17角射门 右角射政 用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伊拉克 伊拉克全场只有三角射门 上半场比赛 理查德森接到阿什拉夫船中 投球破门先破僵局 接着拉西米补射破门扩大领先 阿布德左路内切再进一球 半场比赛 摩洛哥就三比零领先 基本锁定了八强资格 下半场比赛 两队基本都认定了这个结局 摩洛哥三球够用 伊拉克翻盘无望 两队踢得较为平稳 都没有再取得进球 最终摩洛哥三比零获胜 乌克兰对阵阿根廷 因为竞胜球的劣势 乌克兰只有取胜才能晋级 阿根廷竞胜球占优 可以接受平局 比赛开始后 两队踢得相对沉闷 乌克兰实力真的不容小觑 阿根廷没有什么好的射门机会 只有阿尔瓦雷斯靠着远射造险 下半场比赛 阿尔玛达再次站了出来 禁区湖顶处精彩的远射破门 阿根廷一比零领先 阿尔玛达能力真不错 本届赛事至今为止 表现远远好过阿尔瓦雷斯 接下来的时间 乌克兰队拼命反扑 想要追平比分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守没有问题 反而是捕食阶段 埃切维里再进一球 锁定胜局 巴黎奥运男足小组赛全部结束 第三轮西班牙爆冷让出防守 上演疯狂一夜 阿根廷晋级 日本连续两场绝杀 接下来就看看重点比赛的减数 至此八强全部出炉 分别是法国VS阿根廷 埃及PK巴拉圭 美国VS摩洛哥 西班牙PK日本 提前出现的西班牙选择轮换阵容 看起来争夺小组投名意愿不强 埃及全力以赴 第40分钟阿戴勒胡顶位置 红出世界波破江 接着下半场他又是断球反击进球完成双翔 尾声阶段奥莫洛迪翁投球扳回一城为时已晚 全场结束西班牙1比2不敌埃及暴冷 二胜一赴位列第二晋级淘汰赛 出现生死战阿根廷和乌克兰的上半场梯的难解难分 局面激烈弹护胶白卷 一边在战阿尔马达远射动穿球门 随后时间双方相继调兵前将 最后不时替补出战的埃切维里补射得手终结悬念 最终阿根廷2比0战胜乌克兰 同组的摩洛哥3比0完胜伊拉克多投名 两队携手从死亡之组突围 法国3比0完胜新西兰 两队实力差距悬殊 几乎就是一边倒的节奏 东道竹小组赛三战全胜狼手挺胸晋级八强 美国同样是三球战胜几内亚 二胜一赴位列A组第二出现 开局阶段以色列攻势战优频频造险 日本逐渐稳住节奏展开反击 牧村成二和川崎萨泰相继攻门打拼 这样半场结束两队暂时胡交白卷 进入下半场相继调整阵容 以色列的进攻再度起色 小九宝灵羊高阶抵挡力保球门不适 最后不是第九十一分钟踢补的戏骨针大进球绝杀 这样全场结束日本一比0战胜以色列 三连胜以地组第一出现 他们淘汰赛首轮对阵西班牙 巴黎奥运会男组比赛小组赛第三轮结束全部争夺 C组比赛 西班牙暴冷1比2不敌埃及 埃及获得小组第一 西班牙获得小组第二 多米尼加1比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 B组比赛 阿根廷2比0战胜乌克兰 摩洛哥3比0战胜伊拉克 摩洛哥获得小组投名 阿根廷获得小组第二 A组比赛 法国3比0战胜新西兰 美国3比0战胜几内亚 法国3连胜小组第一 美国G6分小组第二 D组比赛 乌拉圭1比0战胜马里 日本1比0决杀以色列 日本三连胜小组第一 4分之1决赛遭遇西班牙 巴拉圭小组第二对阵埃及 D组 1 以色列0-1日本 第7分钟 阿巴达禁区右侧抽射 皮球被门将挡出 第10分钟 以色列国奥队禁区右侧低射 皮球再次被门将没收 日本对门将还很出色 第80分钟 阿巴达禁区右侧低射 皮球再次被日本门将扑出 第81分钟 以色列国奥队禁区左侧抽射 皮球高出横梁 90分钟 双方战成0比0 以色列相当顽强 伤停捕食的阶段 第90正1分钟 左腾会与右路横转 矽谷真大推射进球绝杀以色列 日本奥运男足三连胜 获得小组第一 4分之1决赛对阵欧洲豪门西班牙 2 巴拉圭1-0马里 第5分钟 马赛洛菲尔南德斯竞射破门 巴拉圭1-0马里 A组 3 新西兰0-3法国 第20分钟 马特塔禁区抽射远脚破门 法国1-0领先 第72分钟 德西雷多埃打入个人奥运手球 法国2-0领先 第74分钟 卡利姆温多禁区内抽射进脚破门 法国3-0战胜新西兰 小组赛三连胜 4 美国3-0几内亚 第14分钟 米哈伊洛维奇任意球直接破门 美国队1-0几内亚 难道叫米哈伊洛维奇的任意球都这么出色吗 球迷看到此球 应该很想念老米哈伊洛维奇 愿意球帽子细罚 也算是世界足坛一个超级记录了 第31分钟 帕克斯顿阿伦森池塞 凯文帕雷德斯破门 美国队2-0几内亚 第75分钟 凯文帕雷德斯内切射门德芬完成 没开二度 美国队3-0战胜几内亚 B组 5 乌克兰0-2阿根廷 第48分钟 阿尔梅达精彩远射破门 阿根廷1-0领先 第90正1分钟 埃切维里捕射破门 阿根廷2-0锁定胜局 6 摩洛哥3-0伊拉克 第19分钟 阿什拉夫船中 以查德森投球破门 摩洛哥1-0伊拉克 第29分钟 拉西米门前捕射破门 摩洛哥2-0伊拉克 第36分钟 阿布德左路内切破门 摩洛哥3-0战胜伊拉克 C组 7 西班牙1-2埃及 第40分钟 起走回坐 伊布拉西阿戴勒轰出世界波 西班牙国奥0-1埃及国奥 第62分钟 西班牙帕切克回船师 勿送大礼 伊布拉西阿戴勒 抢断后没开二度 埃及2-0西班牙 第90分钟 卡梅略携船助攻 阿莫罗迪翁投球破门 西班牙打入挽回颜面的一球 全场比赛结束 埃及2-1战胜西班牙 埃及获得小组第一 西班牙获得小组第二 8 多米尼加1-1乌兹别克斯坦 上半场双方战成0-0 第51分钟 拉斐尔努涅斯命中点球 多米尼加1-0乌兹别克斯坦 第58分钟 多米尼加后场出球失误 乌兹别克斯坦颁平比分 1-1 全场比赛结束 多米尼加1-1乌兹别克斯坦 两支球队被淘汰出局 无缘禁忌 小组赛全部结束 A组 法国 美国 B组 摩洛哥 阿根廷 C组 埃及 西班牙 D组 巴拉圭 日本 八支球队晋级淘汰赛 八支球队中 两支南美洲球队 一支北美洲球队 两支欧洲球队 一支亚洲球队 两支非洲球队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形势 法国对阵阿根廷 本场比赛更具看点 法国国奥在小组赛莫伦完胜新西兰 这使得他们三战全胜G9分排在A组投名 B组第二打阿根廷国奥因此而成为了他们四分之一决赛中的对手 这样的对决可谓是冤家路窄 此前恩佐 菲尔南德斯在美洲被夺冠后庆祝时引发了种族主义风波 而这一事件在此后还愈演愈烈 以至于引发了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严重问题 阿根廷与法国哪支球队能够晋级奥运四强呢 摩洛哥对阵美国 日本对阵西班牙 这又将是一场强强对话 日本学习西班牙足球风格历来已久 这场直接对话是师傅更厉害呢 还是徒弟更出色呢 埃及对阵巴拉圭 7月30日 巴黎奥运会男足B组进行第三轮比赛 阿根廷对阵乌克兰 伊拉克对阵摩洛哥 前二轮比赛 B组四支球队同击三分 阿根廷凭借近胜球微弱优势暂时排名第一位 第三轮比赛 谁拿下胜利 基本上可以从B组出现 首先 是阿什拉夫助攻理查的森帅先破门得分 摩洛哥一比0领先伊拉克 随后 拉西米在下一城 摩洛哥2比0领先伊拉克 紧接着 瓦赫迪助攻阿布德 将摩洛哥比分扩大为3比0 上半场结束 摩洛哥3比0领先伊拉克 显然 摩洛哥国奥在B组出现战的先机 另一场比赛 阿根廷国奥派上全部主力阵容 阿根廷首发主力 1号鲁利 13号罗安 2号迪切萨雷 16号奥塔门迪 3号索莱尔 5号费尔南德斯 17号西蒙尼 8号梅迪娜 10号阿尔玛达 9号小蜘蛛 阿尔瓦雷斯 15号贡多 阿根廷首发球员身价1.7优 阿根廷对阵乌克兰上半场比赛 两对0比0胡椒白卷打平 阿根廷对阵乌克兰下半场第49分钟 阿尔玛达踢出世界波 阿根廷一比0领先乌克兰 如果这个比分能保持到中场结束 阿根廷就能稳出现 全场比赛补17分钟 比赛进行第911分钟 阿根廷前场断球后尝试远射 被乌克兰门将将球扑出 随后梅西街班人埃切维里补射空门得手 阿根廷2比0领先乌克兰 最终 阿根廷2比0击乌克兰 另一场比赛 摩洛哥3比0击败伊拉克 这样在巴黎奥运回南族B组 阿根廷和摩洛哥携手出现进入8强 在B组最终积分榜上 阿根廷和摩洛哥都击6分 净胜球两队都一样 但在胜负关系上 摩洛哥在首轮2比1击败阿根廷 所以摩洛哥在B组排第一 阿根廷只能排第二 按照本届奥运回南族比赛规则 摩洛哥出现以后将对阵A组第二 阿根廷出现以后将对阵A组第一 目前 在A组二轮过后积分榜上 法国G6分排名第一 美国G3分排名第二 新西兰G3分排名第三 A组第三轮比赛 美国对阵入旅几内亚 法国对阵新西兰 而且法国是本届奥运回东道主 法国就算在出现情况下 他们也不会放水给新西兰 按照现在A组情况 法国拿下A组投名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阿根廷虽然在B组出现 但很可能要面对实力强大 东道主法国 这是阿根廷及不情愿要去面对的现实问题 没有梅西的阿根廷国奥 这下也太难了吧 巴拉归1-0 马里奥运男足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中 在巴拉主队与马里队展开 凭借马赛洛 费尔南德斯在队友马赛洛 佩雷斯京妙助攻下的关键进球 巴拉主队以1-0的比分战胜了马里队 夺取了宝贵的三分 本场比赛 巴拉归在射门数据方面13-11领先 但控球率处于劣势 为36%-64% 巴拉归门将高阶低档 全场5次扑就力保球门不失 也为他们的小组赛征程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一过后 巴拉归2胜1负基6